還有做警察的像,前面弄一個籠子 就是說你在這邊剪的石頭,就在這裡 那換句話說,這是隨著遊客的不同的族群 那有不同的這個因應 那現在好像不大需要解說牌,只要靜置牌就好了 那以前來到這裡,最多的就是剪這裡的這些卵石 所以現在最怕的就是他們把帶走這些卵石 所以都在每一個關口都設有那個胖胖的警察 然後來,可以來摸打 就是現在是不是要這樣 那麼這個地區,看到這個卵石,我們先講解海岸的最基本特性 所謂的海岸,當然就是渡海交際 那陸海交接啊,海洋跟陸地生態體系最大的不同在哪裡? 海洋是地球上生命的徹底的隔離機制 為什麼你們可以吃沙西底可以吃海洋的淡水都不能吃? 因為海洋生態體系跟陸地生態體系 在全球的所有生態體系裡面是最徹底隔離的一環 因此海洋的種種生命的生活石,它跟陸地的不同 特別是寄生蟲的系列 所以你吃了某種魚的這個沙西米之後呢 它那個寄生的寄組並不包括人種 因此通常是安全的 但是如果你吃生豬肉,生牛肉 在陸地上系統的 那很可能會有非常多種的微生物系統 是透過人體陸地上的生命來達成 所以基本上海洋是陸地生命的最顯著的隔離機制 為什麼會有AIDS? 那個就是跨越海洋超越物種的交配 AIDS 其實在人種演化裡面以前就有 那在後來的演化裡面因為這種隔離 然後演化構成當中有很多人得到AIDS都死光了 那現在都禁止了 它就像那個AIDS的禁種呢 就像什麼呢? 就像阿拉丁的神燈它沉埋在地底 後來西洋的這個重商主義打破全球的這種海洋隔離之後 而且還有一些行為 超越了人種跟動物的這個性的行為 導致到AIDS才引致出來 所以它那個惡魔其實沉起很久 後來再度被喚醒 那就是總監之間的這種雜交所產生出來 但其實不只AIDS 將來會有更多的非常多的難以逆料的東西產生 我們現在談到的只是海洋 它是地球陸地上最大的隔離機制 但是後來文明打破了這些隔離 也引發了很多種種的生態上的這些錯亂的議題出現 包括非常多的疾病等等 那你們記得可以吃海洋的生的東西 不能吃陸地的原因 原因根本上就是在於整個生猴死的循環系統的問題 這是第一個 第二大家都知道 台灣基本上是整個板塊擠壓 而我們跨越的擠壓帶 就是現在這些都是菲律賓海板塊 那目前還繼續在上升 因為它這個一直往下 然後就相互的跨接跳起來 第二 海 我們這個整個台灣東海岸 從宜蘭那邊整個過來 這是一條縱貫南北的一個最大斷層線 穿過這個花東縱谷 從蘇澳那邊一直過來到鵝蘭比半島 整個是一條非常平直的線 滴滴滴滴 這一條線 那就是銜接的這個地方 那我們現在過來是這邊 那這邊的海岸 各位 為什麼會有沙灘跟歷石灘的差別 大家知道吧 要有沙灘很簡單 你手伸出來就知道 有湖口地形才可能累積細沙 OK 有湖口地形 那是因為波浪純粹物理的關係 沒有辦法 直接打到這個凹岸裡面 那 那附帶的一題 請問你們 你看到的海浪 海浪通常怎麼來的 是從海向岸對不對 好 那麼為什麼 明明海上那個波浪都有左右的 為什麼到我們面前 卻只有這個直直過來的 我記得上次台中營隊講過啊 記不記得 沒有啊 不記得了喔 OK 沒有講 沒有講 你去蘇花公路 那個淡海清水淡海看下去 那個浪有左右在走的 那為什麼所有浪走到我們前面都是 直接向你朝拜 答案很簡單 因為你比較偉大對不對 他來朝聖對吧 其實這個很簡單 這是高中物理一年級的物理課 有講到 波浪的行走的速力 跟海的深度成正比 水深越深 浪的速力越快 當左右的波浪一走過來 靠近岸邊 你知道岸邊的話 越來越淺對不對 所以靠近我們人這邊的 波浪的速力就越來越慢 那遠方的浪就越來越快 所以通常浪左右的浪 走到這邊的時候 就變成這樣的模式過來 OK 這是最簡單的高中物理 所以如果你是在斷崖的地方 你還是可以看到波浪是左右 但是你在這種平直平反下去的波浪 那當然看到的浪都是這個樣子過來 接著再來的小問題 風浪隨著東北氣風 來到的時候 這邊的浪 在台灣東海岸 在恆春半島 可以打到兩三百公尺也 浪越大 怎麼判斷這個地區浪很大 很簡單 往地上一看 石頭越大代表浪越大 OK 為什麼 因為小的早就打光了 要 腳趁有夠大再坐著 所以 你就看 你越往整個這個海岸線走過去的話 你會看到有一個地方 那個石頭平均的直徑都超過三十公分 所以 那那個地方一定是浪非常大 像 加漏水 肯定說怎麼加漏水 為什麼叫做加漏水 台語叫做 台語不要叫瀑布 沒有瀑布這兩顆 台語說水流下來 加漏水 加漏水 是這樣來 後來 國民黨過來 加漏水就變成加漏水 OK 那 那個 加漏水那個地方 海浪直接可以打到快要接近瀑布的地方 所以那裡做的步道 每隔不久就要更新一次 所以你們現在知道了 第一個 要有沙灘的地方 必然是湖口地形 那麼台灣兩隻腳 鵝蘭比半島 跟貓比頭半島 對吧 恰好形成全台灣島的最大的湖口 所以這個湖口地形 海流 黑潮上來 在那裡會打個很短 因此 很多的海洋的物種 會在那裡被截流 因此 南灣 形成台灣在日記時代 唯一的補金的 遺港 抓經理的遺港 南灣這附近 也形成全世界 旗盤腳的最北昏布 因為台灣就像捕手一樣 伸出一個皮腳 來抓住 從南洋過來的這個物種 OK 這是談到海洋的 這個 一來浪 這個 由這個判斷 二來沙灘的行程 我們最主要要有這種地形 那水流會在這邊形成一個回流 也包括金魚都會被截流 那我們現在就直接缺入這個地方 將來這個陸聯島會整個連在一起 它所形成這些礫石 你可以看到 回首看到 後面的這個 在海底 慢慢慢慢經過地震跳升的這些岩塊 它糾結力並不好 你也可以看到很多的海石洞 就是曾經它還在海邊的時候 被這個這個海水所侵蝕 這個打擊出來的 那麼這個地方 它的地質 基本上當然是海洋上來 有很多海洋的這個特色 很多的礫石 那這些石頭會崩石會崩結 也跟海洋的侵蝕有關 那這裡形成的生態體系 最主要是因為風力強勁的關係 風力強勁在台灣的海岸 形成的主要的原始植被 那就是零頭灌藏 你知道哪頭 以前哪頭這個有嗎 那個零頭你看看 它好像是草本不是樹木 但是它非常的強韌 所以那以前要釣西洋 要煮什麼 海的那個釣不回頭 那釣不回頭 非常的堅韌 然後它又有很多的堅持 那以前也形成在早期 台灣海黃的一道主要的黃線 後來恆春半島不是大量種植什麼 洋蔥跟那個什麼 琼瑪有沒有 那琼瑪也是變成台灣 南台灣最好的空黃部隊 不怕散兵 因為那個散兵來 一個一個吵來 都過了 那這個有這樣的 但是後來 琼瑪以前沒有做手 但是那個 它會自己無性繁殖 跟有性繁殖 它不斷的拓展 就沿著這個海岸公路 所以有的時候 你在這個海岸線 還是經常看到 窮馬的這個小孩 窮馬的這個竹子在這裡 這個是30到50年代 在60年代的遺留下來的 這個人為種植的東西所引起 那我們今天來到這裡 也是從山向海 那這個海洋為什麼會有不同的顏色 深淺 下雨天當然就是看那個 基本上是深淺的關係 對吧 那我們等一下在這裡 你們可以各自找尋 像那一道所謂的八什麼橋 為什麼叫三仙 基本上就是那有三塊石頭 但我怎麼看都覺得那三仙實在不太像 當時做這個波浪型 我是想 是不是這樣所產生的 我們小時候都喜歡玩這個石頭 在水面 水都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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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橋大概就是模仿這個形狀做出來的 那為什麼要定八道 沒有什麼為什麼 那只是一般的這個結果 恰好這樣設計而已 那等一下我們繞過去繞一桌 那個整個島嶼最大的生態體系 當然是零頭貫蟲 還會看到臭娘子 還會在石頭上你會看到草海童 還有最重要的一個特色植物 延伸植被上長的鵝蘭比曼龍 一種榮樹 荷蘭比曼龍 那大家 等一下你們要留個圓也好 走過那個八道拱橋 然後你要繞一周也可以 定個時間集合 OK 好 那這裡的 基本上看的就是這個潮流 這個生態體系這裡 大部分的人都去那邊釣魚 雖然都是禁止釣魚 至於如果你們覺得這個石頭很漂亮 還有很多地方可以撿 西海 西海還沒有禁止 只要變成觀光器以後就會被禁止 OK 關於這裡 各位有沒有什麼 志豪 這個 你集合時間多久 20分鐘 20分鐘 3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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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分鐘